一羽同露人 今次的嘉賓是梁錦成 每天的生活只是起床 打算去玩 爸爸留下一張難民證 每個星期去難民營 就拿些救濟品 一出營就有人漏你賣 就賣了那些東西 拿些錢就到處去玩 在當中就學到很多 不好的東西 因為做家童 當時做的時候完全沒有感覺 但夜難人靜之後 心裡就有很大的罪疚感 都不知怎麼解決 所以做成的人 是很來向很自私的 如果是七十年代那個環境 仍然沒有機會入到南童園的話 我根本不會有我今天 我看回頭 都是上帝有恩典在裡面 成妖請你收聽 未來的恩允同路人 嗯 對